正手的话不利于他反手的发挥 郭月发力 正手再拉 好球 拉起来 甩开 还有 大家看到 这个山东鲁能的小将陈的作用 因为在李小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 其实陈梦呢 他是担当了一单的这样一个重任 这个朱玉玲是咱们中国女队 目前来讲重点培养 加上反守卫的进攻 非常的扎实 那么作为老将 他们两个人在比赛当中 存在着一个什么呢 就是特定的一个技战术 跟左手对左手 发展特别迅猛的一个势头 表现的特别出色 对 年轻运动员而言 比赛的机会 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 完全就不同了 我们的屏幕下 三局两胜制 但是决胜局 都是采用七分 金球制 比赛呢 是采用多场次的淘汰赛 是 九胜三负 第二是山西大土盒 八胜三负 还在第四 这样 十一比七 我也是没活动拍 我觉得天太冷了 所以 手啊 有点凉 人有点抽 就觉得不是很 能够打 这场球 我们就看 他的这个霸气 是不是有这种骨子里的 我肯定能 比一落后的情况下 对他来讲 也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就能够随便 轻易能够拿得下的 一个对手 有点太太轻松了 另外就是 可以节约时间 对 他是在缩短 整场比赛的这个时间 是 包括这个 这个决胜局 改成七分制 也是在掌控 正手 正手中间位的这个比例 他才能够取得胜利 落点 全部打到陈梦的反手 也就球的落点 代表了他的思想 这个鼓励 这个 速度应该是非常大的 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说 这个比赛的场地 是在一开始 到山东的时候 他的整个关系 所有的 他落 现在到了一个 比较 在给到反手位 郭月如果说 发不出力来的球 一定要连续 对 就这样盯住 盯住陈的这种 这种 还在比拼 他们的记忆力 是 就是你要记住 你是怎么赢的 你是怎么 那么的这个步伐上来讲 你看他的中间位的位置 他两个 哎呀 上面去 但往往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在场上的容易糊涂 十一比七 有站在一个高度 是一个 这个将领 郭月呢 是否能够 压住对方的 这个薄弱环节 发起进攻 他不下风 首先 从目前开始 不下风 嗯 还可以再释放出来 李健常 手腕 一掰 手腕一打 这个球 就成了一个长球 那么之前也给大家介绍了 这场比赛呢 是女子 她们还是一只脚在里头 一只脚在外头 要通过这两轮的场下 证明这场比赛 对于山东女轮的 有一种变化 刚才陈梦也是 偷袭了一个长球 牵制住他之后呢 郭月站在中间的时候 也可以反映出 他们的头脑 是不是清晰 思维清楚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 拉起来 反手发力 体现一个左手的优势 让你左手的一种 你的特长 你看这个反手 站中间被发 没掰开 再测 自己的节奏 你可慢可快 可轻可重 也可以 就是说你要 最起码有一个 在场上的一个地方 这个水平也特别的高 你看原来有乔云平 对 应该说更加强大 因为他 他如果侧的话 就突出正手的话 不利于他反手的发挥 郭月发力 正手再拉 好球 拉起来 甩开 还有 这个球漂亮 哎呀 好球 谁更加积极主动 先上手 哎呦 反手 各位连续掰两板大石 就是陈梦的这个 呃 他这几个落点哈 反手位 强 正手 并且过来的球 还是有点顶 三个 特身三个都没拉着 你现在 好像在这个状态上 能力上 好像腿也有点软 然后身子也撑不住 第三局 我们还是请 前世界冠军刘伟 正手也是 难度比较大 需要这个 正法宝 主要也是靠正手哈 这个靠正手的人 一定要不发好 这个正手啊 就感觉这个基础点是 就是说不上迟缓 参加奥运会的末班车 最终呢 为中国队在伦敦奥运会上 是获得了团体冠军 那么在奥运会之后 次创业 要归零 要还原 又从零开始 重新开始这个奋斗 我觉得 每场每天的训练课上 都不能懈怠 并不属于 一方面属于 在咱们国家 它是什么 它是属于 这个来自于对手的钱的 不上风 还是不上风 办法呢 有一点 但也不多 嗯 我觉得郭月这名运动员呢 他冲劲非常大的 但是呢 他没有把这种优势 说这个道法自然 一样的 一切源于 对方的特长的位置上 没错 那必输无疑 拉起来 第二板 处理 白短 轻撇 有点被动 这肯定不行 正手的 你再比正手 我是缺点 也是优点 对 这个郭月能否逆转 这个 郭月作为他特长 正手位 失误这么多的话 那他这场球 失败 我觉得 测切 哎呀 还测成 正手命中率 之后休息一下 继续回到2012年 361度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 超级联赛的比赛现场 大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你 是你